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或冷或暖 今天就跟着默然 一起踏上情感之旅 灵山火葬场 我抱着婆婆的一向 面容疲惫且憔悴 看着我老公孟玉 从停车场跌跌撞撞跑过来 我忍了两天的怒气快要破防 谁知道孟玉靠近我后 双目喷火 抬手就甩了我一个大巴掌 沈淑晴 你怎么这么恶毒 我妈走了都不通知我 我手里捧着一向 没松手去挡 啪 大巴掌结结实实落到我脸上 我整个人都站不稳了 随着这巨大力道 倒向旁边的沙利强 呵 我不怒返校 摸出手机点开 她前女友的朋友圈截图给她看 妈走的时候你说去工作 结果你在哪 照片上是孟玉牵着她的手 等在她把手术室外的侧影 发布时间是她亲妈去世的当天 见证孟玉从震惊到后悔的表情 我又翻出昨天的通话 为接通记录和微信留言给她看 她的大号小号 加起来我打了整整五十个电话 孟玉看完激动到想摔我手机 好像手机坏了就能掩盖自己的错误似的 不可能 怎么可能 我明明就没接到电话 我躲开 怜悯地看着她 顺手把一向往她怀里赛去 妈走前一直在等你 她呼吸都衰竭了 还舍不得咽气 千斤重慈母的爱 瞬间压垮眼前的男人 她抽干力气跌坐在地 可我不打算放过她 我把一段通知她前女友的语音 抵在她耳边循环播放 你们牵手的时候 她没告诉你吗 下一秒 孟玉跪在我和她妈面前哭到崩溃 回忆被扯回 被求婚那天 我告诉孟玉 我是在离异家庭长大的 我宁愿丧偶 也不要离婚 孟玉说 如果我背叛你 就不得好死 今年是我和孟玉风雨同舟的第十年 如果要算她追我的两年 是将近两个七年之痒 所以 注定过不去 大一下学期 林校的孟玉陪她哥们来我们学校找人 碰到我问路 从那天起 孟玉追了我两年 我做兼职她接我下班 雨天必定来送伞 我生病不爱惜身体 她比我还紧张 两年细微末节的呵护 我石头做的心都被五化了 都说婚前男人更投入 婚后女人更投入 确实如此 新婚第一年 我放弃高薪 陪着孟玉下放基层 回二线城市的老家 同时 方便照顾她身体不好 又独身的妈妈 之后孟玉升职 我辞了工作 带着樱桃和她妈妈 又随她调回去 念着她妈妈独身 从婚后 她一直跟着我们住的 我一边工作 一边兼顾家庭 在后勤上 从没给她添过麻烦 结婚十年了 可能激情慢慢变成温情 我们的重心转移到孩子 老人身上 但温情抵不过激情 后来我才知道 冷消是孟玉舔了多年 却没得到的女人 所以这女人一出现 她就迫不及待扑上去 半年前的那个傍晚 我出差刚下飞机 接到女儿幼儿园老师的电话 李老师 是樱桃有东西忘带了吗 樱桃妈妈 今天放学没人来接樱桃 我把她带回家了 您和爸爸有空来接一下吗 挂掉电话 以后我脑袋有一丝空白 随后我踩着高跟鞋 在廊桥上狂奔 一小时后 从老师手里接过睡着 还泛着泪光的女儿 我鼻腔发酸 胸口堵得一塌糊涂 控制好情绪 我向老师道谢 随后一手脱行礼 一手抱女儿上了出租车 上车后 我心脏还在后怕地狂跳 婆婆妈回老家 今天本来是孟玉去接孩子 她电话从下午一直关机到现在 幼儿园老师联系不上她 给我打电话 那会儿我刚上飞机 忘了眼窗外黑漆漆的天空 我心底的担心 从孩子转移到老公身上 在手机像个器官的年代 孟玉居然失联 不会出事了吧 越想我心里越慌 理清思绪 我给孟玉熟悉的人 打了电话问她的动向 先打的同事 说她按时下班的 玩得熟的朋友 说这几天没约她 第三个 我打了她大学哥们的电话 终于破案了 今天他们有个同学回来 请大家聚会 孟玉也在 她哥们还体贴地告诉我 孟玉这会儿正在喝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如果孟玉真有急事还好 她居然去玩 想到刚刚李老师 委婉告诉我 女儿没等到爸爸的无助 惊恐 慌张画面 我脑袋嗡了一下 愤怒在血液里咆哮不休 孟玉 什么人比亲生女儿还重要 我赶回家 哄着樱桃 喝了牛奶又睡着 门铃响了 门外 我醉得不省人事的老公 被一个女人搂着 这女人还嚣张至极 沈小姐 我是阿玉的前女友 冷肖 冷肖和我同龄 她穿了条 我一个月工资才买得起的高开刹连衣裙 脸上画着很浓的妆 看起来很妖艳 如果不是她自己介绍 我可能会认为这是位赔畅小姐 没想到 少年孟玉喜欢这种成熟款 收起不悦 我接过孟玉 大气地道谢 冷肖姐 谢谢你送她回来 改天请你吃饭 冷肖勾起一抹笑 那张完了一晚上 还鲜红的唇 十分刺眼 加个微信吧 一年以后 找不到老公到处打电话 我当时脸色一定很难堪 因为 那女人走的时候 挂着自以为胜利的笑 微信 我加了 用了孟玉都没加的工作号 第二天 清醒后的孟玉像个苍蝇一样 围着我转 老婆 我错了 昨天下午 手机没电 我望街樱桃了 我面色如常 看不出情绪 孟玉 昨天谁送你回来的 还记得吗 孟玉刚刚还讨好的脸 闪过一丝不正常 随即试探地问 是冷霄吧 她住前面的玉府 顺路送我回来的 我体贴地展示自己的气度 嗯 坦白从宽 看来你没骗我 哭闹撒泼的女人 只会让人厌烦 所以 我还点起脚尖 主动在她脸上碰了一下 果然 孟玉感动坏了 搂着我一股脑 把冷霄的底细全说了 她说 冷霄是她大学同学 大一和她谈了 三个月就分了 之后大二转系 一直没联系 现在她一个女人离了婚 带着孩子 回来找工作 很可怜 同学们能帮就帮 她还说 冷霄的儿子和樱桃 差不多大 可以约着六娃 我听完这个自强不息的 离婚带娃女人的故事 差点当场笑出声 原来可怜的女人穿名牌 住豪宅 还可以随意搂别人老公的腰 那天 孟玉出于内疚 主动提出送樱桃上学 出门前 她还对樱桃许诺 周末带你和妈妈去看电影 你原谅爸爸好吗 小孩子那会记恨大人的错 樱桃欢呼一声 一脸兴奋跟着爸爸上学去了 后来孟玉确实带我们看了电影 只是看了开头 没结尾 周末 孟玉取了五张票走过来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看我面露疑惑 她解释 冷霄约着六娃 我想着 答应你们看电影 就一起了吧 说完 她又笑着加了句 我老婆漂亮 又大气 肯定会同意 不等我说拒绝的话 冷霄带着儿子到了 她穿了和孟玉休闲服同色系的连衣裙 站在一起 倒像是一家人 反观 我和樱桃的母女未衣装 才像是孟玉口中离婚独身带娃的女人 今早出门前 我让孟玉也穿的 她说 看着太排外 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排外 冷霄好像也察觉到这一点 故意挑破 阿玉 没想到这么多年 你还喜欢这个颜色 今天我们好配 孟玉像个愣头青 笑着附和 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到 贴了眼和前女友聊得火热的孟玉 我招呼都不想打 牵着樱桃帅先进了影厅 电影开场前五分钟 孟玉一手牵着冷霄的儿子 一手捧着爆米花进来 爆米花只有一桶 冷霄的儿子已经开始吃了 很明显 没买樱桃的 孟玉坐下后 对我说话的语气带着运怒 这么着急进来干吗 我还没介绍樱桃和子恒认识 不想回答她这个白痴问题 我直接转移话题 为什么不给樱桃买爆米花 孟玉没想到我在意这个 反问我 你不是说太甜 不让樱桃吃吗 我怒急返笑 所以你就只买一桶给别的孩子吃 来馋她 孟玉这才注意到樱桃盯着爆米花筒 羡慕的眼神 而我却读出了樱桃眼中 爸爸为什么要给那个弟弟买零食 不给我买的疑惑 随后孟玉有些尴尬地哄着子恒说 乖子恒 分一些给姐姐吃好吗 小孩子都护食 本来就是特意买给他的 他抱着爆米花不吭声 这时 冷笑说 阿玉 你去再买一桶吧 子恒不愿意 爸爸看电影吧 我才不要爆米花 妈妈说了要长猪牙 樱桃说话间灯光暗了下来 周围突然安静了 他委屈又倔强的声音 倒显得特别清晰 我心疼地把樱桃搂在怀里 小小的脑袋用力往往我怀里钻 随后有一股热意缓缓沁湿我衣衫 我捉住梦玉的大手 去探樱桃挂满泪痕的脸颊 真是好烫 烫得它条件反射式地逃开 樱桃到底还小 藏不住情绪 感受到我和他爸爸的动作 他放声大哭起来 电影终是没看成 不过会哭的孩子才有糖吃 梦玉第一次丢下冷霄母子 抱着樱桃离开 下午冷霄给梦玉打了电话道歉 邀请我们一家吃饭 他都没答应 还特意带了樱桃和我去吃最爱的粤菜 合格的小三都以争宠来找存在感 这局冷消输了 所以下一局他会想尽办法赢回来 并来如山道 我请假赶到医院 梦玉他妈妈已经住进ICU 等待过程中 我又是疯狂给梦玉打电话 打到第十个 终于通了 梦玉 妈 今天昏迷了 快来医院 我说话的声音有些抖 断断续续的 梦玉这会儿慌了 固步地追究我的夺命连环扣 问了医院地址 他就挂了 到底是亲妈 梦玉来得很快 他到的时候 主治医师正在和我交流病情 看到梦玉 我立马扑到他怀里哭起来 妈是肺癌晚期 医生说最多半年 快的话一个月就 死这个字我说不出口 婆婆妈待我极好 我的悲伤不是装的 至于梦玉 她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大力捏着我的手 最后 她跪在地上求医生 一定要救她妈妈 梦玉她爸 在她很小就车祸走了 妈妈靠着抚恤金 把她养大 好在梦玉没有让她妈失望 小城市 逆袭到大公司高管 她现在成家立业了 去年还和我做了 好多旅行计划 准备带她妈妈去一一实现 我知道她现在迷茫又绝望 因为无论她做什么 她妈妈都没有以后了 半小时过去 我办理好入院手续 梦玉还孤零零站在走廊发呆 看得我一阵心酸 我走过去还住她的腰 下意识把手伸进她西装口袋 这是我惯有的小动作 今天 她身体突然一僵 她想阻止我的手 然而来不及 我已经从她口袋里 摸出一个儿童雪花片 做的小红花 想着刚刚在朋友圈 看过相似的小红花 我强装镇定问她 梦玉 这是什么 今天在礼品店买的 准备送给樱桃 梦玉说得太轻松 如果我没看到冷霄的配文 我就信了 冷霄说 谢谢你今天陪我 送你一朵小红花 这感觉好像 又回到她刚回来那天的傍晚 有种被背叛的感觉 充斥着全身 冻得我发僵 我低头接过这朵小红花 轻轻摩擦 说了句先去接孩子 就走了 地下停车场 我随手把脏东西扔进垃圾桶 用消毒湿巾擦了手 才点开冷霄的朋友圈历史记录 网上翻 樱桃幼儿园亲子活动日 梦玉陪冷霄和她儿子爬山 我妈这边每月一次的家庭聚会 梦玉送冷霄母子回了她父母家 上周我全麻做卫镜 梦玉带冷霄看画展 特曼还用的我公司送的票 前几天我问她 她还说票过期给扔了 那天电影院离开后 梦玉再也没提过冷霄 我以为这是翻篇了 工作微信好友太多 不是每一条朋友圈我都会看到 出于信任和自负 我没特意去关注冷霄的朋友圈 我曾经以为我和梦玉一路走来太不容易 她不会背叛我 这么一番真是太打脸 估计梦玉做梦也想不到 冷霄主动加我微信 还不屏蔽我 真是连当小三都要摆在明面上 所以冷霄说得对 以后找不到梦玉就找她 平复好心情我才朝幼儿园开去 就在我准备找梦玉摊牌的晚上 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 于是我改变了计划 下午放学 我接了樱桃 就直接去商场吃饭 我心里憋着气 没管梦玉 让她自己在医院待着 路过一家珠宝店 我们碰到一个人 冷霄 她左手勾着提了购物贷的男人 男人看着年龄不小 他们行为举止好亲密 关系一看就不正当 这会儿冷霄笑得很满足 看样子男人的消费力 也让她很满意 今天折腾一天 我很憔悴 进商场我特意戴了棒球帽 估计她没注意到我和樱桃 眼看两人要走远 我飞快摸出手机拍了一张 好巧 拍摄的瞬间男人的大手 放在了冷霄的臀上 这张完美的照片 我欣赏了好几秒 直到樱桃叫妈妈快走 我才收起兴奋 好期待 孟玉发现自己 当了几个月情圣 不过是 其中一条舔狗的表情 接下来几天 在医院确定治疗方案 又要接孩子 我忙得不可开交 这是暂时搁置了 没想到 有一个陌生女人主动 加我微信 通过后 她第一时间就问我偷拍她老公和小三干嘛 还问我是不是小四 她还发了那天商场 我偷拍冷霄的照片 让我确认 好个大乌龙 她居然是冷霄挽着那个男人的太太 这太太花了大把钱找人24小时盯着自己老公 收集离婚证据好分割财产 原来那天我偷拍她老公和冷霄 被她的人一并记录下来了 老公铁上同一个小三 这缘分也没谁了 革命有意确认后 我懂事地叫她刘姐 刘姐把我拉进一个打狗记录群 进群后看到那些资料 冷霄真是刷新我的认知 她根本就不是什么离婚女人 她是被金主包养的小情人 偷偷怀了孩子想上位 可惜金主不是孟玉这种舔狗 只要儿子不要骂 谁知道原配杀出来 把冷霄母子逼走了 她慌了才带着儿子偷跑回来 过惯了包养的生活 她现在又没正经工作 孟玉会给她钱 不过支撑不起金主养出来的欲望 所以冷霄从操就业 攀上了刘姐的老公 现在这个群里每天都在实时播报 冷霄和刘姐老公辣眼睛的照片 偶尔会出现孟玉的背影 毕竟她又不是主角 只是顺带的 这么一对比 我倒是挺可怜孟玉 出钱就可以爬上冷霄的床 她非得用真心 冷霄清楚愿意付钱的男人不会爱她 她就大胆地接受孟玉的追捧 计划是好的 就是太看得起自己了 以为把所有人都拿捏住 哪知道在别人眼里她冷霄 早就被扒光了 现在我每天最大的乐趣 就是潜伏在群里和冷霄的朋友圈 默默收集免费信息不吭声 我不要孟玉的钱 我要剖她的心 至于冷霄 做坏事的人会付出该有的代价 婆婆妈住院之后 孟玉出拆次数越来越多 每次急匆匆回来 又带着愧疚离开 她公司有个外地项目 再见是真的 但需要她这个高层驻扎 就很扯淡 她妈妈出事的当天早上 孟玉又借口说 项目上出了点事 回家收拾衣服要走 刚好遇到我从医院回来 最近我医院学校两头跑 晚上还要加班做工作计划 孟玉早就提出 让我辞职专心照顾家 要是以前 我百分百同意 现在我和樱桃的未来 都没计划她了 我累趴下也要保住工作 出门前 孟玉递给我一张卡 老婆辛苦你了 我明天就回来 这是今年的奖金 过几天就是结婚纪念日 你不是喜欢那只手表吗 去买了做十周年纪念 之前每一年的纪念礼物 都是孟玉精心挑选的 不一定贵重 都是深得我心意的 今年直接拿钱了 我知道 这不是回心转意 是照顾她妈的报酬 我接卡的时候 孟玉想要低头亲我 我借口拿领带避开了 从发现小红花那天 我就没让她碰过我 可能在外面吃太饱 回来我不提 她正好不用敷衍我 只是这么久了 她居然没察觉 我眼里的厌恶 以前每次出门前 孟玉都会千方百计 哄着我热吻 我特别想问她一句 对冷消是爱到哪种程度 才会抛弃追了两年 又为她生儿育女的我 也许时间 真的可以让原本的爱人 渐行渐远 直到消失殆尽 想到医院的婆婆妈 我吞下这口气 递给孟玉领带时 我情绪很低 孟玉能不能早点回来 医生说 妈就是这两天了 妈真的很痛苦 肺部积水每隔一小时 就要抽一次 我怕她坚持不下去了 说到最后 我带了些哭腔 我不是为孟玉哭 是为老人不值 从婆婆妈住院到现在 孟玉按时缴费 但人只去了五次 我知道她在躲 癌症晚期病人的体貌 不相干的人看了 都会落泪 所以 孟玉受不住 她花钱请了最好的护工 用最好的药 不过是为了心理好受 听到医生下的最后通牒 孟玉闷着不吭声 我看到她眼眶湿了 半晌 她才说 我晚上早点赶回来 我松了口气 伸手拍了拍她的手臂 希望她别辜负我最后的信任 一小时后 我坐在办公室 打狗联盟群里 刘姐在爱特我 小晴 今天你老公又舔上了 去照顾表表的爸住院 昨天表表找我家的狗 支了二十万 给她爸做痔疮手术 我 二十万 要是我就拿刀去拼命了 这位姐姐心态是真好 也真有钱 我冷静两秒 飞快点开冷宵的朋友圈 果然 又是一条表里表气的配文 爸爸都感动了 说这个男人值得托付 配图是孟玉牵着她的手 等在手术室外的侧影 我现在严重怀疑冷宵的朋友圈 设置了仅我审书情可见 每次她都像是特意挑衅我才发的 刚截图完图 医院护工来电话 孟玉她妈妈不行了 我怕开车出事 直接打的车 路上 我一直给孟玉打电话 全是无法接通 到医院 我已经连续打了五十个电话 顾不得她了 我直奔病房 不到七十岁的婆婆妈 闭着凹陷的双眼躺在床上 只看一眼 我眼泪已经止不住 怕她听不到 我大喊 妈 坚持住 孟玉在路上了 这是一句假话 孟玉远在一百公里外 非也赶不回来 可是我就想她能多活一秒算一秒 我拿出手机疯狂给孟玉淡视频 哪怕隔着屏幕让婆婆妈看一眼 她心心念念的儿子也好 我谈第五遍没人接的时候 婆婆妈回捏了一下我的手 见她想说话 我取掉她的氧气罩 书 情 银行 密码 樱桃 声 滴滴滴 监护移成直线 我瞬间失声 好像有千万句话噎在喉咙 摸出手机 我放下所有芥蒂 给冷霄打电话 见鬼了 她也无法接通 我点开她微信头像 谈了语音通话 她直接给我挂断 我气得眼眶都要爆炸 给她发了条语音 冷霄你特么还是人 就快点叫孟玉回家 她妈死了 一屋子医护人员 对我的行为表示不解 我已经顾不得他们看笑话 只想孟玉快点回来 看她妈最后一眼 主治医师对我说了 生节哀顺便 我感觉大脑一片空白 我没经验处理后事 请了一位护士为我指导 不到半小时 灵山火葬厂工作人员来了 他们告知我最近洞窟紧张 遗体最多存放一天 明早七点火化 我想够了 孟玉说过晚上就能赶回来 婆婆妈的亲人都在老家 现在通知也来不及 葬礼只有延后 折腾一大圈 我去幼儿园老师家里 把樱桃接回家 委婉告诉她奶奶去天上了 随后 我和樱桃坐在冷清的客厅 抱头痛哭 深夜十二点 孟玉还没回来 我最后一次点开冷箫的朋友圈 她在两小时前 发了一条文字 想要自由 屏蔽信号就好了 我看着手机自嘲地笑起来 是时候结束了 凌晨 我把离婚协议打好 扑梦玉新的刀 也准备好了 灵山火葬场 我回忆这十年的付出 却抵不过冷箫的十个月 看着跪在我和她妈面前 哭到崩溃的孟玉 我知道被真心背叛的滋味 一定不好受 所以她应该还没尝够 我拿出一摞资料递给她 孟玉 你以为自己在找真爱 别人只当你是一只田狗 里面有冷箫和刘杰老公 在一起的各种照片 包括她 还有最近两个月 冷箫朋友圈的截图 碍于别人的隐私 我特意在刘杰老公脸上打了马 这出小三与田狗的戏演得太好看 孟玉看了都不哭了 她像疯了一样突然大笑 随着身体抖动 孟玉把辣眼睛的照片 撒得满地都是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她也不在意 只顾着笑 笑着笑着 她给冷箫打了电话 臭婊子 我妈死了 她死了 你连死人的宠都要争吗 你的心是什么做的 这么恶毒 是我自找的 你特么就是条母狗 很缺男人是吧 后面的话太不堪入耳 路人都在拍照录像 到底是往生者的最后净土 我拽着她上车 不想让这个疯子打扰到他们 路上 孟玉无力地摊在后座 她双眼无神 不知道在想什么 认识十二年 这样失去信念的她我从没见过 不过 与我无关 进了家门 孟玉恢复了些神志 她问我 樱桃呢 还记得你有女儿 我以为你的世界只有冷宵 孟玉把我逼近角落 悲戚又后悔地看着我 老婆 我错了 你就这么恨我 非得像个刺猬一样吗 我推开她 把自己放在安全的范围内 我不恨你 早在你一次次背叛中 我就不恨了 我是替妈和樱桃不值 你不爱我 我可以走 他们做错了什么 你凭什么为了冷宵 让他们受委屈 他们是你的至亲啊 孟玉又跪下了 死死抱住 我的脚不让我移动 老婆 我没有不爱你 我只是被骗了 别离开我好吗 我被气笑了 男人变心的借口 都是这么苍白无力 我问出憋了好久的问题 孟玉 我就不明白了 冷宵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让你死心塌地地想着她 这个问题把孟玉问猛了 她哑口无言 开始甩锅 是冷宵脱了衣服勾引我的 她说要闹到公司 闹到你面前 我是害怕 才会犯错 有时候 犯错就是一瞬间 错事做多了 就理所应当 不再畏惧了 孟玉大概就是这类 我低着头 望进她慌乱的眼睛 孟玉 你还记得求婚说的话吗 你说 如果背叛我 就不得好死 说完 我一脚踢开她 把桌上的离婚协议 甩在她面前 趁早签了吧 我的名字挂在你户口本上 多一秒 我都恶心 第二天 我还没和孟玉离婚 冷宵就被网爆了 昨天在灵源的视频 被传到网上 地上散落的照片 还有孟玉的咆哮电话 早被网友拼出一个完整故事 孟玉是被绿的悲惨男主角 照片里 打马的男人是小三 冷宵倒是和孟玉真成一对了 只出现了背影的我 变成好心路人 拉走伤心男主角 我看完只觉得好笑 网友想象力真是丰富 打狗群的刘姐在微信 给我发了十多条留言的时候 我正在银行办理婆婆妈 留下来的遗产 老人的东西不多 是她省吃俭用留下的全部 不多不少十五万 还有老家的一套房 住院期间 她就说留给樱桃的 走出银行 我的心情再次沉重起来 我甚至庆幸她走了 不然我和孟玉走到今天这步 我无法面对她 把钱存进樱桃的教育基金里 我才点开刘姐的微信 慢慢听 小晴 你真是个牛人 不声不响办大事 需要我找携手帮你证明吗 我老公今天把财产 全部转移到我名下 还签了不平等条约 拿去公证 我呢 也四十多岁 孩子都大了 经过这次的事 她想明白了 这婚 我不折腾了 你还年轻 要多为自己想想 她还发了她老公 为了讨好她 逼着冷笑 向她认错的视频 视频里的女人 被新金主提着头发 跪在地上 丝毫看不出之前的光鲜照人 仿佛老了十岁 我并没有怜悯 这是她自找的 最后一条是祝福于 她祝我今后再也不要遇渣男 我回复了句真心的谢谢 网上的事本来就是意外 我并不想出名 最后给她发了个大大的红包 外加一大段煽情的话 毕竟免费蹭情报这么久了 我都觉得脸红 刘姐大方地收了红包 把群解散了 经历过才能感同身受 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结局 但孟玉不肯签的协议书 我要去拿我的结局 孟玉的公司 我不常去 认识的人不多 走到大厅人事任命榜的时候 墙上明晃晃地解除人命函 引起我的注意 孟玉因为网上的舆论被解雇了 刚好碰到她部门的同事下楼午餐 我才知道她今天没来 我心中一阵狂跳 立马给她打了电话 今天孟玉接得很快 老婆 我心中一阵寒恶 别叫了 我不是你老婆 孟玉一阵沉默 态度软得不行 好 我不叫了 你别气 你被辞退了 你人呢 说完 我又加了句 别误会 我只是找你要离婚协议书 你不签也行 走法律程序吧 突然电话那头响起冷消的尖叫 孟玉我求你放了我 嗚嗚我错了 随后一阵古怪的喘息声传来 我电话都拿不稳了 声音有些颤抖地问她 孟玉你在干嘛 她好像闲吵 走到一间安静的房间才说 别怕 我在惩罚坏人 她不是缺男人吗 我帮她找了两个 孟玉的声音停静到可怕 好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我想孟玉一定是恨她入骨了 可是不爱 怎么会感受到踢骨的痛 被伤过的人 只会更在乎自己 如今 我没有第一时间劝她收手 只想她不要弄出人命 我不想樱桃有一个留暗底的爸爸 所以我问 孟玉 你想变成樱桃的污点吗 这句话扎了孟玉的心 她朝着我大吼 我已经这么脏了 还怕什么污点 沈淑晴 欠你的 我会还的 嘟嘟声传来 电话已经被挂断 最近几天她经历至亲离世 真爱的背叛 中年失业连番打击 我才意识到孟玉的精神不正常了 我带着警察感到冷宵的小区 楼下已经围了好多人 都在闹哄哄的议论 快看 这就是网上出轨那女的 被老公抓着跳楼 这是又找男人被抓了吗 那女的衣服都没穿了 多大的愁 要一起跳楼 听着周遭的嘈杂声 我手脚发麻 好像是被人扶上去的 顶楼的台阶边 已经围了调解员和民警 孟玉掐着快断气 已经说不出话的冷宵 被坐在台阶上 看到我来了她 朝我诡异的一笑 随后一脸释然 老婆 你说过 只接受丧偶 不离婚的 你失言了 没事 我原谅你 这辈子我也不会离婚 你不再婚 以后还是要进孟家的坟 听着孟玉决绝的告别 我正脱开警察的手 朝她跑过去 不要 孟玉 我不离婚 你下来 从孟玉用自己的方式 惩罚冷宵开始 她就没给自己退路 等我跑到她身边 已经来不及阻止了 她把离婚协议书抛给我 带着没反应的冷宵 纵身一跃 我扑向台阶的瞬间 扯坏了孟玉衣服的一脚 她闭眼没看我 带着笑 从我面前跌落 我看到快落地的瞬间 孟玉把冷宵搂在怀里 她背部向下 这时 救援冲气垫还没铺开 孟玉当场死亡 冷宵是到医院 才抢救无效的 临死前 孟玉也不想让她太痛 我爹坐在顶楼 笑到流泪 孟玉对我不光有愧疚 大概也有恨吧 除了钱 她给我留下一大堆烂摊子 因为她的话 我被请去喝茶 关了一天后 我才回家 跟我回家的 还有冷宵的儿子 冷宵父母跑来撒泊 因为没离婚 债主就变成了我 最后 我决定私了 赔了冷家一百万 带走冷宵的儿子 我可不想替他养儿子 第二天 我就辗转找到孩子的亲爸 冷宵的金主接孩子的那天 并没有亲自来 只派了个秘书 想来这个孩子 也不受待见 我诚恳地叮嘱秘书 帮忙转达一句 大人的恩怨 不要转移到孩子身上 那知道跟了我两天 都没说话的孩子 突然跑过来抱我一下 阿姨 你是好人 是妈妈的错 她有了爸爸 还要带其他叔叔回家 我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突然被人掐住 我回报柱子 横哽咽地说 这是阿姨的电话 如果不开心 可以给阿姨打电话 这一刻对冷宵的恨 好像消散了 孩子都能明白的道理 如果他懂 结局就不一样了 最近几天 樱桃一直都是托付在老师家 关于他爸爸不在了 我并没有立刻告诉他 希望时间可以冲淡悲伤 数十年的打拼 如今这个家就这么散了 这座城市已经失去 我留恋的意义 我向公司申请去了偏远的西南 带着樱桃一起过去了 爱的代价太痛 我无法再踏出这步 所以 孟玉说得对 我死后会进孟家的坟 我和冷宵的这场比赛 如果活着的人算赢了的话 那我赢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期待下次与您的相遇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或冷或暖 今天就跟着陌然 一起踏上情感之旅 曾经我是个模特 每走一场秀下来 都是几万一场 那时候 我还年轻 春风得意至极 舒森涛正是在我如花摇曳的时候 追求的我 他说 他心疼我 大冬天的穿得那么少 还被那么多色狼看 他说 他要养我 他不想让我天天穿着十多厘米高的鞋子 在替台上走来走去 他还说 他想让我做他老婆 想把我放在手心里疼爱 我被舒森涛的花言巧语蒙蔽 相信了他 与他结婚 婚后 我怀了孕 去医院各种检查费用 以及日常的高消费 迅速花光了我的存款 我修着脸向舒森涛要钱 提检 但舒森涛的脸色大变 他说 我不要脸 连币超的两百块钱都好意思找他要 生小孩的时候 我是顺产 侧切 并没有打麻醉 因为婆婆 想要省下剖腹产和麻醉的钱 如果说舒森涛是个穷小子 没这个钱给我打麻醉 那我不会有半句怨言 可是 他玩王者荣耀大几万的充钱 已经是王者荣耀VIP十级会员 给自己买鞋大几千的买 给某音跳扭屁股的女主播大几千嘉年华 不停地刷 已经是抖音四十二级大哥 他有钱 却不肯给我花一分 我躺在铲床上 疼得要死要活 我好恨 我恨我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听信舒森涛的鬼话 什么狗屁养我 把我捧在手心 他只是想把我当生育机器 和不要钱的保姆罢了 想到以往的事情 我只觉得呼吸都变得沉重 但好在 我及时止损了 我决定与舒森涛离婚 这是我深思熟虑的想法 我甚至后悔 我应该很早提出离婚的 应该早到再生完小孩 我剖妇产后 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想让舒森涛给我弄点水喝 他却只顾着玩王者荣耀的时候 就提出离婚 可当时我蠢呢 以为舒森涛是第一次当父亲 没有经验 所以原谅了他 后来他开始变本加厉 我坐月子的时候 让他帮我拿一下吸奶器 他鄙视地看了我一眼 只说了一个字 滚 他第一次骂我的时候 我没还机 并不是我不敢 只是当时 我正抱着熟睡的孩子 我不想吵架 把孩子弄醒 再后来 他彻底变得自私自利 他不让我出去工作 让我待在家里 专门照顾孩子 以及他的妈妈 是的 我除了照顾孩子 还得照顾他妈 他妈不到五十岁 晚上打麻将 白天躺床上说 腿疼手疼 动不了 舒森涛就强制要求我 把饭做好了 送到他妈的床头柜上 说实话 如果不是 还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我毫不怀疑 舒森涛会叫我 一勺一勺的 喂饭给他妈吃 我对舒森涛说 请个保姆 分担一下我的压力 但舒森涛鄙视地看着我 说 丑八怪 你还真以为 你是我老婆了 我告诉你 我娶你 就是把你当免费保姆使唤的 我特想给他一巴掌 可孩子生病了 在发烧 我只能先带孩子去医院 强忍着姑息 从医院回来后 我顺路拿了个快递 我拆开快递的时候 婆婆看到了 她见我买了新衣服 阴阳怪气说道 儿子啊 你老婆都生孩子了 还想着变美 打扮得花枝招展 她是不是饭贱 想去勾搭人呢 这是我从拼多多买的十块钱的T恤 自从怀孕后 我从来没买过一件衣服 可现在因为身材胖了很多 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上 我才买了一件衣服 可就这么一件十块钱T恤 竟被婆婆说我犯贱 想勾搭人 我再也忍受不了 冲婆婆吼道 我以前随便一件衣服 都是八千亿万起的 现在买个十块的衣服 就是勾搭人 你说的是人话吗 啪 舒森涛一记 响亮的耳光打在我的脸上 你怎么对妈妈说话的 她甩了甩手 怒视着我 又说道 你个浪费钱的东西 你记住 你是我的保姆 只能无条件给我家做事 不能用我一分钱 给你自己买东西 旋即 舒森涛拍了拍婆婆的肩膀 嘲讽 我道 妈 她丑得跟一头猪一样 她这样 别说勾搭人了 就连猪见了她 也得跑 我的脸被扇得火辣辣的疼 但更多的是愤怒 我把小孩放在沙发上 冲在舒森涛的面前 想仰手给她一巴掌 但舒森涛毕竟是男人 她比我高 很轻易捏住了我的手腕 她用力极大 我甚至能听到 手骨被捏得咯咯响的声音 还想打我 你个丑八怪 给我滚 舒森涛说完这话 狠狠将我推倒 我跌倒在地上 跌倒的声音使得墙堡里的孩子 哇哇大哭 婆婆立马道 你别给我犯懒啊 孩子哭了 赶快给她喂奶喝 我一动不动 眼泪却控制不住地掉了下来 曾经 我是走秀的模特 被众人追捧 追我的富二代不计其数 而我最终被一直跪舔追我对我好的舒森涛所感动 才勉强愿意嫁给她 现在 我是孕后身材走行的妇女 被婆婆厌恶 老公嫌弃 我恨我自己 聋了耳 瞎了眼 找上舒森涛这样表里不一的男人 离婚吧 我站起身 咬牙说道 舒森涛 我要和你离婚 离婚 你想得真美 舒森涛就笑了 她坐在沙发上敲着二郎腿看我 和你离婚了 我从哪再找和你一样 不要钱的保姆 与舒森涛结婚 我失去了我的青春 身体与骄傲 现在我什么都不求 只想着离婚 可是舒森涛还是不如我所愿 愤怒 憎恨涌上我的心头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冲进厨房 拿了一把刀朝舒森涛砍去 你给我去死吧 这一瞬间 我想的是 我要与舒森涛同归于尽 眼看着我拿刀 就要捅进舒森涛的身体 但婆婆此时反应极快 你杀了人 到时候 孩子就会有个杀人犯的妈 我立马愣住了 杀了人 我会坐牢 孩子将来读书的时候 肯定会被人嫌弃的 我虽然住手了 但放在舒森涛身上的刀子 却一点没改变方向 我对舒森涛说 离不离婚 舒森涛点头连连 离 离婚 可是当我收起刀子的时候 舒森涛直接一脚踹在我的肚子上 你抹了个笔的 还想杀老子 老子死也要拖着你 我肚子上传来湍急的疼痛 只觉得下半身开始血流汹涌 孩子哭得更加厉害 他的哭声萦绕在我耳边 我无助至极 只觉得天塌下来了 许久后 我强忍着疼 抱着小孩离开这里 去了我妈妈家 我妈看到我下半身是血的样子 眼泪就掉了下来 晴晴 你这是怎么了 我没有向我妈说 我的委屈与痛苦 而是在卫生间里 用手机拍摄自己 被舒森涛打过 红肿的脸颊 以及被踹流血的身体 在我妈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后 我向法院申请离婚 申请理由是 丈夫家暴 并提供了被家暴的照片 法院判处一个月的冷静期 离开法院 我趁着舒森涛上班的时间 去了一趟舒森涛的家 舒森涛说过 死也要拖着我 我不能让舒森涛毁了我 所以我不能全靠法院 我自己也得做些准备 舒森涛家里的密码所 已经改了密码 我几次按错后 不得已敲门 是婆婆 哦不 是钱如瓶开的门 钱如瓶明显对我美好脸色 都申请离婚了 你还跑过来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这里可没什么东西 能让你拿走的 我冷着脸看她 我来拿我和孩子的证件 婆婆挡在门中 不准备让我进 但我撞开了她 我进了卧室 拿了我的证件 并将一个之前在网上买了的录像机 放在了衣柜旁边的绿螺里 微型的录像机隐匿在枝繁叶帽的绿螺中 丝毫都看不见 我做这些的速度极快 钱如瓶并没有发现 离开这里时 我用手扇了扇鼻尖 嫌弃到 这狗窝一样的地方 我来一次就被恶心一次 不过还好 以后我再也不用来了 钱如瓶骂我 贱人 你再说一句试试 老妖婆 我毫不犹豫地骂了一句 转身往电梯走去 回到我妈家后 我打开手机上的招聘网站 我准备找工作了 经过书森涛这一件事 我明白 靠别人是靠不住的 只有自己努力挣钱了 别人才会对你另眼相看 曾经我是个模特 每走一场秀下来 都是几万一场 那时候 我还年轻 春风得意至极 书森涛正是在我如花摇曳的时候 的我 他说 他心疼我 大冬天的穿得那么少 还被那么多色狼看 他说 他要养我 他不想让我天天穿着十多厘米高的鞋子 在替台上走来走去 他还说 他想让我做他老婆 想把我放在手心里疼爱 我被书森涛的花言巧语蒙蔽 相信了他 与他结婚 婚后 我怀了孕 去医院各种检查费用 以及日常的高消费 迅速花光了我的存款 我修着脸向书森涛要钱 体检 但书森涛的脸色大变 他说 我不要脸 连币抄的两百块钱都好意思 找他要 那一瞬间 我才明白 女人没有钱是不行的 可惜啊 我明白得太晚了 孩子已经成型 我没办法打掉 生小孩的时候 我是顺产 侧切 并没有打麻醉 因为 钱如平说 剖腹产比顺产的钱贵一半 钱如平还说 打麻醉的几千一针 没必要 如果说 舒森涛是个穷小子 没这个钱给我打麻醉 那我不会有半句怨言 可是 他玩王者荣耀大几万的充钱 已经是王者荣耀VIP十级会员 给自己买鞋 大几千的买 给某音女主 拨刷礼物 大几千嘉年华 不停地刷 已经是抖音四十二级大哥 他有钱 却不肯给我花一分 我躺在铲床上 疼得要死要活 那时候 我好恨 我恨我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要听信 舒森涛的鬼话 什么狗屁养我 把我捧在手心 他只是想把我当生育机器 和不要钱的保姆罢了 想到以往的事情 我只觉得 呼吸都变得沉重 但好在 我及时止损了 我以前是个模特 所以现在找的 也是模特的工作 在招聘软件上 人士和我聊天 问我要信息资料 以及视频 我先拍了自己的照片 制作模卡 发给了招聘公司 招聘公司很隐晦地说 他们需要的是走秀模特 不是我这种大马模特 我很失望 确实 我胖了 胖了三十斤 生完孩子后 我曾想着减肥 但钱如瓶 强烈制止 他说 孩子要得喝母乳 喝母乳健康 当时 我觉得 他说得对 天天给自己喝鸡汤 鱼汤这样的油腻物 后来 孩子喝母乳 喝到了一周岁 孩子已经到了吃奶粉 和腐蚀的时候了 但钱如瓶 依旧要求我 喂母乳 我以为 他是心疼孩子 可现在看来 他心疼孩子是假 他是觉得 买奶粉花钱 才是真的 我花了一天找工作 甚至还放下脸 找以前的模特朋友帮忙 但他们要么把我拉黑 要么不理我 我能理解 舒森涛开了一家 豪车代理公司 他几乎是每天 和这些模特联系的 所以肯定对 模特朋友说我的坏话 我深吸了一口气 再次觉得后悔 为什么我要听信 男人的鬼话 放弃自己的职业 导致最后 买个十块钱的T恤 都能被骂 浪费钱和贱 在我感到无比失望的时候 突然一家 直播卖服装的公司 联系了我 该公司说我形象 很符合公司的定位 这个公司是专门卖 大麻女装的服装的 我特别高兴 当天去该公司面试 很快就签约工作合同 当晚 我不停地看 直播服装的主播 听着他们对衣服的介绍 其实服装女主播与模特 还是有大区别的 模特只管在T台上走路 只需要管理好面部表情 肢体动作 以及双腿走路姿势 但服装女主播不一样 首先 女主播的不停说话 不停介绍 还得很了解衣服的款式 面料 类型 以及适合多重 多高的人穿 我在手机上看女主播的介绍 突然觉得 我以前的生活过得太安逸了 以前走秀的时候 我来前太快了 并不知道 没了爸妈给的身材 我什么都不是 第二天 我去上了班 公司主管 知道我没有经验 让我先在旁边 给主播打下手 主播说要多少号的衣服 我就在手机摄像头前 展示那件衣服 主播身形也很胖 但是她非常会化妆 衣服穿在她身上 就像是量身 为她定制的 我们这件衣服 是学仿面料的 特别适合夏天穿 并且一点都不透的哈 这件裙子 有四种颜色 黑色 白色 粉色 和蓝色 裙长150厘米 适合身高160的妹妹穿 裙子后 腰处是有松紧的 体重120杠 150的都能穿的 女主播说的话 我全部都记在了心里 我心怀感恩 感谢这家公司 为我提供了挣钱的机会 不管工资是多少 但起码 我能够不再伸手 找舒森涛要钱 不被她鄙视 看不起了 我想 能够自己挣钱 养活自己与孩子 真的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白天 我在卖衣服的公司上班 晚上 我跑步 跳绳 以及不吃晚饭的减肥 肥胖不仅仅是影响我的工作 更影响了我的身体 有一回 公司电梯超载 我作为最胖的那个人 被理所当然地请出电梯 因为马上就要超时 打卡上班点 我不得已爬楼梯上公司 公司在六层 我上到五层的时候 只感觉头发晕 眼前一阵发黑 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下定了决定 一定要减肥 这天下完班 我跳了一千次绳 休息十分钟后 又做了一分钟的平板支撑 我妈在一旁抱着孩子 她很心疼地说 晴晴 你现在已经瘦了很多了 不用再减肥了 我摇头 再次感谢 我妈妈帮我照顾孩子 随后 我穿好运动衣 准备绕着附近的公园 跑一圈 跑步对我来说 真的连呼吸都是痛的 我非常憎恨 自己身上的肥肉 跑完一圈后 我恰巧停在公园附近的一家 运鹰店旁 我想到这家里的奶粉不够了 进去打算买点奶粉给孩子 店家老板说 一次性买奶粉一箱 可以送婴儿推车 但我没有买一箱 我很羞愧 因为没发工资 我身上用的 还是我妈妈补贴给我的钱 看到运鹰店里的婴儿玩具 我特别想给孩子买一个 但我依旧没有买 我唾弃我没有挣钱的能力 同时也更加激发了 我要努力减肥 努力挣钱的信心 你好 在我准备拿奶粉离开的时候 一个男人突然到 他身形削瘦 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 浅色系的牛仔裤 模样看着很是干净利索 你是叫我吗 我有些诧异 从我生完小孩 胖了三十斤 就再也没有男人主动找我说过话了 用舒森涛的话来形容就是 我是一只母猪 丑到没边 男人点了点头 他说道 我想给刚出生的孩子买件衣服 你能帮我推荐一下吗 我还有点事情 你找店家老板帮你推荐的 我笑着拒绝 也许是舒森涛给了我阴影 导致我开始觉得 但凡长得像模像样的男人找我 一定没好事 男人点了点头 好 我离开了运营店 抬手看了看运动手表上 显示的时间 现在是八点五十分 意味着我比以往跑步快了十分钟 我感到无比快乐 这段时间的减肥显然起了功效 第二天 我照常上班 女主播的工作我已经全部熟悉 起初我在镜头前还很声色 不知该说些什么 但现在我随手拿起一件衣服 就已经能够滔滔不绝地介绍 这件裙子只有一件黑色款的 就是我身上穿的这款 这款是军马 一般来说 130左右的都姑娘都能穿 黑色是显瘦款式的 相对来说 夏天穿会有点热 这个衣服比较适合在办公室上班的姑娘穿 这一整天 我都在介绍衣服 说到最后 我的嗓子已经嘶哑了 再然后 介绍衣服所说的每一个字 对我来说 都好像是有一根针卡在喉咙里一样 特别 特别痛 于是 我有了经验 上班前会含一片金嗓子 以及下波休息时 就会喝润喉咙的茶 一个月后 我卖出衣服的业绩是公司排名前三的 女主播的工作是底薪加提成 因为我卖的衣服比较多 工资相对很高 有七千块 看着支付宝里到账的钱 我眼泪当时就忍不住掉下来了 这钱 曾经我只要走一场秀 就能够轻松挣到两三倍 但现在 我得嘶哑着嗓子 拿着衣服不断介绍 才能够挣到 虽然过程非常辛苦 但这是我亲手挣的血汗钱 我怎么买衣服 怎么花都可以 舒森涛再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了 一个月的高强度工作 以及高剧烈的运动 再加上 我还是哺乳期 容易瘦等等原因 我减肥 掉肉特别快 我在体重秤上秤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掉了二十斤的肉 我的眼泪又掉下下来 功夫从来都不会辜负有心人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 穿上了曾经我还是模特时候穿的裙子 镜子里的自己 焕然一发 但只有我自己清楚 我还不够瘦 曾经的衣服穿着 还是有些勒人的 这是一件黑色的长裙 我要有点粗 所以我搭配了一件米色的长衫套着 面前看不太出来身形 我穿着这身衣服 去了舒森涛的家 这天是法院判冷静气的最后一天 我到舒森涛的家里找人 但舒森涛不在家 哟 这就瘦了 钱如瓶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又是一脸阴阳怪气 瘦得这么快 我看你就是想勾搭别人吧 我瞥了他一眼 是啊 我就是想勾搭人 但你放心 我是不会勾搭你儿子的 我嫌恶心 钱如瓶插着腰看我 哼 我儿子更看不上你 我告诉你 有的是大把女人 求着跟我儿子在一起 我冷笑着踏进他的家门 不对 你应该说 有的是大把女人求着 让你儿子喜当爹 才对 我做模特多年 很清楚 很多模特身子不干净 他们大多就是 想用美貌与身材 勾搭住一个富二代价了 而舒森涛除了对到手的女人 抠门之外 乍一看 她又很会打扮 且还开了公司 正是那群模特的拿手猎物 钱如瓶跟在我后面嚷嚷 你现在又过来干嘛 找你儿子离婚 我再次进卧室 迅速拿走绿罗里的微型摄像机 东西拿好后 我开了门 你儿子竟然不在房里 他现在去哪里了 我儿子日理万机 几千万的生意等着他去处理 钱如瓶贴了我一眼 又说道 给我滚出去 别让你的狐狸 骚气弄脏了我家门 老妖婆 以后你求着我来 我都不来 我回击道 随后 我去了舒森涛的公司 秘书说老板不在公司 但我执意要等他 因为我与舒森涛还并未离婚 所以秘书还不能把我怎么样 我叫秘书去给我倒杯茶 女秘书扭着屁股 不情不愿地去了 趁着这时候 我赶忙舒森涛的电脑 用优盘窃取了他电脑里的公司财务资料 刚刚处理完 舒森涛搂着一个女人进了来 大概是我瘦得太厉害了 他愣了好一会 竟然有些没认出我来 半想后 他冷哼了一下 哟 特意来公司找我 你是不是没钱花了 不想和我离婚了 想和跪着我求和 好让我给钱给你 求你妈逼 看着他吊锒铛的样子 我忍不住骂出口 就你一个月给我一千块的钱 够干什么的 一千块这三个字 让舒森涛搂着的女人 脸色变了几遍 他说 森涛 你真的 真的只给自己老婆一千块过一个月 舒森涛脸色更加难看 别听他胡说 女人沉默了一会 借故离开了办公室 我站起身 道 舒森涛 今天是最后期限 你跟我去法院 准备离婚材料 舒森涛朝我走来 离婚 我看你是欲情故纵 借口离婚 想着趁机来接近我吧 我为他的甜不知耻感到恶心 舒森涛突然捏住了我的手 笑道 你是不是想明白了 你离开我 什么也不是 所以你只能努力减肥 妄想用一张好看的脸皮 来抓住我的心 我见过自恋的 但没见过你这么自恋的 我抓起办公桌上的烟灰缸 狠狠往舒森涛的手上砸 我说 哪怕你不准备离婚资料 法院也是会判处我们离婚的 舒森涛被砸得缩了手 我趁机离开办公室 最终 在法院的判处下 我与舒森涛成功离婚 往后的日子 我重心点在挣钱以及减肥上 三个月后 公司人士和我聊天 他语重心长地说 何晴 你现在已经不适合做大麻女装主播了 我明白 他的意思是 不需要我 准备开除我 确实 我现在的体重恢复到了 没怀孕前的体重 我不胖了 所以 要失去这份工作 人士又说到 我们老板还开了一家模特公司 不知道 你想不想去做模特 我大喜过望 想 特别想去做模特 人士仿佛意料之中一般 点了点头 让我签了模特的工作合同 10月1号 有一场省级别的大秀 公司给我安排的 活式车模 我本想拒绝 因为舒森涛是豪车代理商 这场车模秀 也意味着 我会碰见舒森涛 但最终 由于公司给的钱太多了 我还是选择出场走秀 这天 人山人海 我在后台穿好裙子 但后面的拉链一直没拉上 我有些烦躁 这时候一个男人的声音出现 他道 需要帮忙吗 我扭过头 看到了男人 他是我在运营店里见过的男人 不同于上次穿着休闲 他这一次穿着灰色的西装 手腕上还戴着一块表 模样看起来很是商务犯 我再次伸手去勾背后的拉链 但还是没够着 我犹豫了一会 最终选择能让他帮忙 男人很绅士 并未碰我的其他皮肤 拉上拉链后 他轻声道 别的模特都有朋友帮忙 但我看你 好像你没有朋友 一直都是孤身一人 我笑了笑 没说话 以前 我的朋友是很多的 但现在 确实是没什么人搭理我 这全败书森涛所赐 不过也好 虚伪的朋友 我也不屑于要 但 等等 这个男人 他怎么知道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 我怀疑地看着他 你观察我很久了 并没有观察你 男人笑了笑 他道 你喜欢夜跑对吗 我也有夜跑的爱好 所以经常会看到你 我呕了一声 可为什么我跑步的时候 没有看到你 哟 何晴 刚离婚 你就耐不住寂寞 想勾搭男人了 作样道 我好害怕哦 曾经伸手问我要钱的女人 现在要对 我不客气了哦 我走到舒森涛的面前 现在我穿了十厘米的高跟鞋 个头不比比舒森涛矮 我扬起手 狠狠扇在他的脸上 这一巴掌极为响亮 我甚至能够感受到自己手掌传来的酸麻感 妈的 翅膀真是硬了 舒森涛瞪着眼 扬起手就准备回扇在我的脸上 我吓得闭上眼睛 但预想中的疼痛感并没有传来 我抬头 发现西装的男人已经捏住了舒森涛的手 西装男人很高 我穿上高跟鞋 才指到他的肩膀上 西装男人说道 别打女人 舒森涛被捏得嗷嗷叫 他点头连连 不打 不打 我刚才就是和他玩的 西装男人放开了手 舒森涛退后了几步 脸上又是不屑 又是讥讽 他嘲笑道 你是看上和情了是吧 我告诉你 他被我玩过 是个破鞋 怎么 你想玩破鞋呀 破鞋 呵呵 原来离过婚的女人 就是破鞋 我感到愤怒 又感到好笑 但西装男人 却比我更早做出了反应 他狠狠一拳 砸在舒森涛的脸上 滚 舒森涛被打得挂了彩 带着他的两个女人 滚出后台 我重新坐回座位 心中却已经有了报复计划 原本 这个计划 我是打算留着万不得已 没办法离婚时 才实用的 可现在 舒森涛气我太甚 我得给他一些颜色看看 舒森涛 从此以后 你就会知道 我会让你再也翻不起身 别难过 西装男人递给了我纸巾 那种人说的话 你没必要在意的 我接过纸 仰头看着他 我不难过 为渣男难过 我不神经病吗 西装男人笑了笑 他对我伸出手 可以和你做个朋友吗 我叫林顺 林顺 我揉了揉太阳穴 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 突然间 我想到 之前我在签约 主播工作合同的时候 公司老板的名字 就是林顺 我小心翼翼道 你是不是一家 主播公司的老板 林顺点了点头 是的 我又问 那你是不是很早就认识我 林顺又点了点头 是的 我再问 那么 你是我之前主播 卖衣服公司的老板吗 林顺笑了笑 是的 我 好吧 我只能说 这世界真小 我与林顺互相加了微信 过后 我去了展台控制室 我将录像机里的内容 以及优盘拷贝 放进控制展台 屏幕的电脑里 做完这些 我松了口气 重新回到后台 轮到我走秀的时候 舒森涛抱过的一个女模特走进后台 她手里端着一杯水直直 朝我走来 我与感到不对劲 想绕过她 但她直接就把手中的水倒在我的身上 呀 对不起呀 我不是故意的 女模特捂着脸 笑着说对不起 我狠狠地推她 将她推倒在地上 啊 她尖叫一声 因为她穿了很高的鞋子 跌坐在地上 啪哒一响 显然摔得不轻 我学着她的口吻 故意道 呀 对不起呀 我不是故意的 随后 我拿了一件衣服 去休息室换上 原本 我以为这女模特 是在舒森涛的事一下 让我穿湿的衣服 出丑 但事实证明 我把舒森涛想得太好了 我换好新的衣服 顿时感到身上发痒 低头一看 但凡皮肤与衣服接触到的地方 都是红肿一片 我明白了 我现在身上穿的衣服 一定是被人动了手脚 放了什么药 使人发痒 我迅速跑回后台 准备再拿件衣服换上 可后台房间里 被反锁上了门 无论我怎么敲门 都打不开 我身上红肿的越发厉害 特别特别的痒 很想去抓闹 是不是痒了 舒森涛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他得意痒痒到 是不是痒得受不了啊 受不了的话 你求求我 求我给你件衣服穿 说不定我就满足你的愿望 我怒视着他 滚 舒森涛一下就捏住了我的手 你真是敬酒不吃吃法酒 舒森涛想惩罚我 但万分庆幸的时候 灵肾出现了 灵肾声音无比沉冷 你在干什么 舒森涛显然被灵肾打怕了 怒瞥了我一眼 冷笑道 苏晴 今天只是个小惩罚 以后你会越来越痛苦的 他的意思很明显 以后还会各种给我穿小鞋 但我相信他做不到 因为我的抱负即将来临 灵肾问我有没有事情 我说没有 但灵肾很细心 他看出我皮肤的红肿和不对劲 让我去换一件衣服 但后台里的门被反锁 我又从哪里弄得到模特衣服 我对灵肾说 马上就到我了 我没时间再换衣服了 灵肾拉住了我的手 我是你的老板 我允许你这次不用上去走秀 我拒绝 我不想违约 那怕我的皮肤痒几乎快烂掉 我也应该去工作 这是我该具备的职业素养 车膜与替台秀不太一样 替台秀绕着替台走一圈就可以 但车膜一般式的很长时间站在车的旁边 我站在一辆劳斯莱斯的旁边 嘴角勾着职业化笑 但我身子却控制不住 坐着轻微的颤抖 舒森涛真的不是人 我浑身痒得难受 舒森涛就是想我在众人面前使劲抓闹自己 从而丢脸 一旦我做了这种事 那么以后不会再有任何一家公司录用我为模特 人群中 舒森涛在台下笑得格外开心 他两手边都是女人 通过他说话的口型 我大概猜测到 他说 我赌 再过一分钟 他就要养得受不了 甚至把衣服都脱光 哈哈 其实他身子没什么好看的 以前是一头母猪 现在 拌两肉都没有 我咬着嘴唇 死死地坚持着 一个小时后 我被轮班换着休息 这空隙间 舒森涛被主持人邀请上台讲话 舒森涛开了个豪车代理公司 他作为承办方 穿着西装 皮鞋 人母狗样地站在主台上 主台后 有一个超大夜景屏幕 他拿着指示笔 开始讲解到 这一款车是劳斯莱斯幻影系列 话未说完 一阵嗡嗡啊哑的声音通过音响传来 只见超大屏幕上出现一张床 床中有没穿衣服的两个人 男人露了脸 明显是舒森涛 这 就是我给舒森涛的报复 我很清楚他的性格 只要是调上来了女人 她一定不会舍得花钱去酒店开房的 所以 我在她卧室里放了录像机 果然 就录下了她肮脏的视频 视频一出 台下的人瞬间闹哄起来 有人道 这男人与主讲人很像啊 又有人说 不是很像 他就是主讲人 舒森涛明显愣了 他显然想不到 屏幕上竟然播放他的这种视频 慌忙想要关掉 但下一瞬 屏幕上又出现公司报税财报等截图 台下已有个别人拿手机拍摄 有人质疑 这公司一个月盈利十万 报税怎么才一百块 这还用讲 他是在偷税漏税 快把这个关掉 舒森涛冲工作人员大吼 赶快给我关掉 我闭上了眼睛 忍不住露出笑容 舒森涛被毁 我的报复成功了 舒森涛被税务局调查 税务局让他补税 并且罚了他不少钱 我与舒森涛还是夫妻时 舒森涛对我抠抠搜搜的 现在 他抠搜的钱全部进了税务局 网络上已经是舆论一片 说舒森涛老婆还在哺乳期 舒森涛就出轨 甚至找小三到家里玩 还有个别人发声 说舒森涛抠搜得很 开房和买套套都要女人花钱 大量补税的钱 以及网络上的舆论 使舒森涛公司一落千丈 但他还在极力洗白 说公司税务欠款 他已经及时补交了 至于视频 他解释说 是与妻子离婚后才找的女人 但没有人相信他 舒森涛找到我的时候 他人落魄得不成样子 他跪在我面前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我 苏晴 你露个面 说我没有出轨 好不好 我冷声道 滚 别挡着我跑步 舒森涛疼得又站起身 他猛地扣住我的喉咙 恶狠狠到 视频和睡的事情 都是你这个贱人搞的手脚 你把我害得倾家荡产 我要你死 我被他掐得几乎窒息 舒森涛曾教会我一个道理 女人不能依赖男人 要靠自己挣钱 才会有尊严 而现在 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 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 会不顾一切顾忌 就好像 我毁了舒森涛 所以他现在要杀死我 我过得不好 你也别想好 舒森涛两只手 都落在我的脖子上 他瞪着眼睛 恶狠狠看着我 我死也要拉个垫背的 我被他掐得说不出话来 眼前开始一片黑暗 突然间 我听到有人 大喊助手的声音 可我再睁不开眼睛 醒来时 我发现自己在医院 凌慎出现在我眼前 他眼里浮现观心 你没事情吧 我摇了摇头 声音嘶哑得厉害 谢谢你 是凌慎救了我 我无法想象 他如果晚来一步 我可能就真的死了 凌慎摆摆手 没关系 我尝试吸了口气 并没有很大问题 便起身想离开 但凌慎说我刚醒 还是继续睡一会比较好 我拒绝了 凌先生 您也是有妻子的人了 您这样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你让你妻子怎么想 凌慎好笑地看着我 我没有妻子 我醋眉 显然 凌慎与舒森涛是一样的 花花公子一样的男人 我不悦地提醒道 你忘记了吗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在运营店 你问我 想要给刚出生胎儿 买什么衣服比较好 凌慎问道 给胎儿买衣服 和我有妻子有什么关系 我直接道 你妻子怀孕了 所以你去运营店 给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买衣服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凌慎笑着解释 我妹妹怀孕了 那次在运营店 我是在给我还没出生的 外甥买的衣服 我脸一红 大炯 凌慎又到 而且 我们其实第一次见面 不是在运营店 我问 那是在哪里 她说 是在你第一次走秀的时候 那时候 你是不是还跌倒摔跤过 我迅速回想起 第一次走秀的场景 那时候 我还不适应高跟鞋高跟 不小心摔在地上 被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扶起 似乎 那个戴眼镜的男人 就是凌慎 那个扶起 我的男人就是你吗 我诧异地看着他 你为什么现在不戴眼镜了 你不戴眼镜 我差点都认不出你来 凌慎揉了揉眼睛 因为 我听人说 你不喜欢戴眼镜的男人 他又说 所以 我做了近视手术 那么 我伸出手 对他说 那么 这一次 不论你戴不戴眼镜 我都会永远记住你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期待下次与您的相遇 感谢观看